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買了泡沫汽水,看電影嗎? 嘿,買齊泡沫汽水,當然是趕回家聽映画春秋啦 好,又回到映画春秋啦 今天集我們又講一些跟末日有關的電影 末日有關電影其實都得圖的 就是這套《喪屍末日戰》 《喪屍末日戰》 有疑似Spooky主演的一套《喪屍電影》 這套電影又是改編日本漫畫的作品 如果你看看近年改編日本漫畫的作品 就有很多很多東西 例如呢? 例如最經典的《進擊的巨人》 《進擊的巨人》? 我沒看,不好意思 我還沒看那個《復尾龍》 我就避開了 還有一套很經典的動作動畫 就是這個《殺六都市》 好像是同一個導演 好像不是同一個導演 同一個編劇 那次接下來還有《死亡筆記》的新的導演版 《死亡筆記》的新的導演版 《死亡筆記》 好像是說這個 《L》和《夜神寺》死了之後 十年的故事 好像還有李凱生在這裡 《死亡筆記》 但是第二集我覺得OK 但是 跟著《L》之中 都看到我想戒凳 為什麼呢? 因為《L》變成龍 變成龍 很明顯是跟本身漫畫的角色相差很遠 這個擺明是吃什麼的? 吃回名字的 之後還有一套《火星移種》 這套也是改編漫畫的作品 三次從斯最新的作品 你這麼快看了 日本的評價是低到 人們說是比《進擊的巨人》更難看 那些影評人 評分100分是比5分 三次從斯近這幾年 起碼近這5年的作品 都是水準每課月下的 去年有一套 極度大戰爭的 只是在影哲裡面有上一場那麼大把 就好像未來三次從斯才有一套戲 是跟阿牧村再合作的 好像也是 是不是改編漫畫的 不記得了 因為我們要講這套《火星移種》 是因為其實有某個軟線 就做一個捆綁式的銷售 如果它有一個 不知前賣券套裝還是什麼 是值得看的 拿幾套東西不用100元就可以買到這兩套戲的換票證 簡單一點就是買一送一 因為平時在戲院看電影都要80元一張票 那你80元看兩套戲 那真的買一送一 很明顯就是一套好的片 搭一套豬頭骨 其實我也值得買 哪一套是豬頭骨我都比較難說 接下來這套就叫做《喪屍末日戰》 它是改編日本漫畫的 那本漫畫是由《花澤見五》所寫的 好像那個漫畫名叫做《請叫我英雄》 很多譯名就叫做 那應該叫《I am a hero》 還未完的 那香港不知為何就叫做《喪屍末日戰》 不知是否想回到《Grad Pitt》那時候 《World War C》的中文片名 可能是坤在觀眾入場 可能是坤在一些 想看《喪屍》的觀眾入場 這套阿坤也未至於坤的 但是如果這套戲來說 其實我覺得 喪屍片來說合格的 但是如果你說好好看 也未至於 首先講一下這套戲 講什麼 我有沒有看過漫畫的本身 這套戲很簡單 講一個 也不是廢青的 三十多歲的漫畫 夢想成為漫畫家的人 叫做《寧木英雄》 平時就在一個漫畫家 做一個漫畫助手的工作 其實他出道的時候 是得過獎的 一個新人漫畫家 不過近些不知幾多年 都是混不起來 一直做著助手工作 到最後 他新的一個項目 又是被 那些 那些 那些發行商的 那些責任編輯 那些 拒絕了一條橋之後 那他女朋友一氣之下 就跟他分手 那他又繼續做著他漫畫家 即是漫畫助手的工作 那去到有一天 那他收到女朋友的訊息 就說 我說很後悔 飛了你 不如你回來和我一起住 那他打算找回他女朋友 的時候 發現他女朋友怪怪的 然後回到那個賣畫家家 的時候 又發覺那裡 那些人被人打死了 誰知發現原來就是 有一堆喪屍 爆發了出來 遺害人家 一路要走路 途中遇到那些人 那這套戲 其實 戲鬼來說 好像很多經典的 喪屍電影的橋 突然間 有個城市 那些人不知道做什麼事 一群人變成喪屍 然後 男主角 帶著兩件女主角 然後他不停地著草 著草 然後 有個女主角變成喪屍 男主角 然後想辦法 如何解讀 如何令喪屍 變成女主角 都是這樣的情節 類似 先說一下 我覺得他有些什麼 叫做 致敬的片段 開頭他講一些 喪屍出場的情景 其實我覺得 好像那時候 World War C 就是Black Peak 那一套 講過喪屍爆發的時候 他的處理手法 或者情節 其實都真的比較相似 只不過 他 其實開頭 他設定那些喪屍 是有 有些設定 有些巧合在裡面 所以拍到他後面 就 削了一點點 去到後段 他是一個 叫做 大型的購物中心 故事發展到下去 就比較像 那時候 Sat Snyder 拍的 那套 喪屍片 香港片 就好像是 叫做 這個 活死人空間 的 去到後面 又講一些人性 醜陋的東西 又變成了 28日後 這套戲 就是 將很多 著名的喪屍電影 的橋段 左一塊 右一塊 拼拼拼拼拼拼 而有 當然你不能說 他完全是抄 因為他 例如 他自己本身有圓著的 對 他真的有漫畫圓著去跟 的 甚至乎裡面 那些喪屍 他都有設計過 就是說 會令到人 死前 即那個 喪屍的感染者 會保留 生前一些很強烈的 他已經不斷地重複去做同一個 事情 甚至乎 你可以看得出 他暗中 其實是想諷刺 現在 日本社會的人 生活壓力很大 生活壓力很大 很大 各個行私走路 各個沒有自己 甚至乎 一些 叫做 高官 都有在裡面出現 都是 看到 當他們 受了感染 要發病的時候 就很明顯是有一些 叫做 生前的 壓力的 所在點的爆發出來 例如 他女朋友 變喪屍之前 就說 為何只有我這麼不幸 就指 指 他跟 這個 靈木驚 和這個人拍拖 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那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這些設定 都挺有趣的 那去到 中間 就遇到 友川卡純的角色 叫 他中文 譯名有點奇怪 叫 比女流 還是不知道什麼 那 這個角色 其實都 都不怕 孫蕭 是會有受到感染的 但他有另外一種設定 挺有趣的 那麼 去到後面 就是 講一些人性的 陰暗面 一些 人性的草落 在喪屍 橫行的時候 這些人 都原來還要爭 要做 話事權的 那 還有 要 陷害主角 去搶他的槍 其實這些我覺得挺有趣的 都拍得挺好的 但是 去到 最後一場 叫做大戰 那 拍得很厲害的 那這個 我們稍後會再講 那 講一下這套戲 就是 拍喪屍片 自然有很多特技 那 你看回日本的特技片 那麼 有些 拍得比較好一些 即是 例如說 寄生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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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套比較好一些的特技片 那些特技沒有 做得沒那麼刺激 那這一套特技 你覺得做成怎樣 我覺得特技都不差 甚至這套戲 其實好處就在於 很多喪屍片 香港上的時候 我不知道發航商的問題 還是拍攝的時候的問題 都將一些很血腥的畫面 都會剪掉 這一套日本 好像都是想R15加的 即是 變了它的暴力 是比較原汁原味的 這套戲都很暴力的 它那些爆頭啊 腸啊 怎樣將人分屍的畫面 它真的有拍出來的 即是你說 血腥的程度 其實我OK的 都不錯的 這個就是 即是 在於我這套戲 不是那麼差 這套戲都是其中之一 因為它真的將一些 應該血腥的東西 它真的原汁完美地 拍出來給你看 我有血腥 不像很多喪屍片 一血腥喔 剪掉它 那就變了沒有東西看 因為如果你看回 那些日本改編的 那些漫畫的電影 有時候 它都是 有很多時候 都會因為為了遷就 那個尺度 或者 它想把戲做到比較合家歡 它會把那個暴力程度 是會 減低了 例如說 噴少一點血 甚至乎 厲害一點 將血腥的 變成另一種顏色 我也見過 有 其實好像去年那套 On Scout打爆喪屍城 都有分兩個級別相片 一個就是三級 一個就是二B級 這套好像沒有二B級 這套就是 全三級的 那我也覺得 這套戲是 前面 那些好看的 但去到最後一場 真是說 要大 對決 大戰 要打喪屍的時候 就拍得很貴死 是很貴的 是很貴的 嘻嘻嘻嘻 因為有下集 所以就要留力 還是怎樣解釋呢 嘻嘻 在於是 很沒有設計的 一場 動作場面 好不顯得一群人 亂打 都不是 好像上週八 我們講的 超人對蝙蝠 這樣 嘻嘻嘻打 兩條人 是不是這樣呢 這套戲 為什麼我說 後來的大戰 拍得那麼差呢 後來的大戰 就是廢柴了 接近三分二套戲的主角 他終於都發奮了 拿一支槍 終於可以打喪屍了 最後 就是說他怎樣 拿著九十幾飛子彈 去打很多隻喪屍 有幾多隻不知道的 那場面就是什麼呢 開槍爆頭 開槍爆頭 退一些子彈鋼出來 入子彈 繼續開槍爆頭 再入子彈 即他的動作是很單一塊 可以說 非常單一塊 是偶爾有一點點變化 還有中途的 其他人幫忙打喪屍 那些便會拉 充斥一下場面 嘻嘻嘻 去到最後那場大戰 嘻 你其實可不可以設計得有一點點 可以找手槍 然後機關槍 因為他在一條隧道 左右兩邊都有喪屍 湧過來 那男主角呢 就是靠他那支散彈 那支槍呢 就由頭 砰砰砰砰砰砰 砰到尾 中途當然也會有些人 用近戰一點的武器去打喪屍 但是那些情境都不多 是不是 很單調 喂 你打喪屍 打到差不多 其實 是不是應該可以叫做 有些策略呢 譬如 他打是 左右兩邊輪著離開槍的 他不只是打完一邊 才打另一邊 例如這個設計 可能打到差不多了 然後我發現 打完左邊 不停打左邊的喪屍 打到不太近了 你才再打右邊的喪屍呢 他又不是的 打左邊開完兩槍 右邊又開兩槍先 左邊又開兩槍先 右邊又開兩槍先 就是這樣 來來去去開幾槍 有什麼好看的 然後去到 不停看你爆頭 我看你一次兩次 就好看的 我看到你三四五六七八次 又好像一些厭倦 喂 你也是這樣 不用他啦 任何人來都行 然後 去到最後 這場真的浪費了前面很多鋪排 前面都說一些 耳魚我炸 有一個人被人搶了 大哥 喂 不甘心啊 找方法陷害這些貿易 然後去到最後 原來沒有東西啊 開完走一邊槍就開右邊 打打到差不多 要死那些人 又死了七七八八 那就搞定了 走了 那就完了 那部電影了 所以最後那裡 就變成這部電影 真是斧頭射尾了 喂 前面你這麼多設定 這麼多鋪排 有設計的 有用心的 那些你是拍得好的 但為什麼你就去到最後一場 打喪屍的大戰 打好多隻喪屍 你都只是左邊開兩槍 右邊開兩槍 又去到左邊開兩槍 右邊開兩槍呢 打機 三個無雙 喇叭刀 永遠一把刀 然後砍死A那麼多人 那我家裡打機 好過啦 不用看你啦 所以我來想 最後那場 所謂的大戰 是最扣分的 還是不夠製作費呢 不夠製作費 你少開兩槍也好啊 哈哈 你不斷地 重複開來開去 是沒有意思的 不會說 看到主角 開得很厲害 他開到這麼多槍 沒有的 那你去到最後 都是開槍的 那 小鬼看你嗎 還有這套戲 都 都 有少少 我 自己個人喜好 我覺得 友川家純 真的 比長澤正味吸引一點 但是 有人說 這套戲 友川家純是 做一個花瓶而已 因為 他的角色 是 有少少 發揮了之後 那 整套戲 就是 在那裡 睡了在那裡 那 我懷疑他是想鋪續集的 但是 可能要等他出了續集才再算 但是 聽聞說這套戲 日本那個反應 就 一般 又不可以說差 那 他 怕不怕到續集 很難說 但是 因為 始終漫畫未完 我也不知道 他講到哪裡 有機會 可能我到時候 都會再看看漫畫 其實漫畫未完 改編 都是有個危機在那裡 例如 你看回之前 殺陸都市 他也是 在漫畫未完 的時候改編 結果就是難尾 進擊的巨人也是 是啊 難尾 其實這個不是問題 在乎你 編劇有沒有 構思好 或者 你不一定要 拍完整本漫畫出來 甚至乎 你不一定 跟回漫畫 劇情來拍 所以 好像拿著 《索斯無人戰》 你趕到 去到一個地方 要走出來 逃走 其實都可以 不一定要整部電影 拍完 一定要完結 事故 所以 漫畫改編 很在乎 你如何取捨 我都不知道 是否 這部電影 都很好 很完美地示範了一部電影 為何一個這麼客氣的結局 就出入了一部電影 前半部份 拍得這麼精彩的東西 這部電影 差不多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有什麼新戲場 首先講一部電影 華爾街綁架直擊 朱迪科士達做導演 朱迪科士達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做導演 是啊 不是第一部電影 但他之前拍的電影 水準如何 都可以的 我覺得 不差 這部電影 如無以潤 下星期都比較逐無的一部電影 放在5月13日 上海跟美國的檔期 跟美國同步上話 有這個佐治古 和朱利亞羅拔斯 還有Jack O'Connor 我覺得值得留意一個新演員 好 接著就講日本片 日本片有一部電影 就叫冤魂物業殘威 我以為是火星二種 火星二種 就是下個星期 再下個星期才上 這部電影 就是一部恐怖片 如果這樣看恐怖片 就不會吸引到我 但是冤魂物業 其實和這個星期那部 《喪屍末日戰》 都有叫做 兩代女神的飾演 這部電影 有一個竹內傑子 竹內傑子 最近拍多些恐怖片 之後還有一部 《怪倫姜》 也是有它 《怪倫姜》是恐怖片來的嗎 是恐怖片來的 不是懸疑片來的嗎 有恐怖成份的 另外就有這個 《喬本愛》 這部《冤魂物業殘威》 導演就要中村二陽 就是這個 《八雪公主殺人事件》的導演 如果你看過片中 我沒什麼興趣看 但如果你看過導演 我也有興趣看 那實在有兩代女神 都吸引的 那接著有一套就是 《塞經無神殺人》 不是 《塞經無神自殺》 又是一部荷蘭片 這個導演 之前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 拿了奧斯卡最佳奧語片 但拿了奧斯卡最佳奧語片 之後呢 就 就沒有拍電影 差不多二十年前 就沒有拍電影 差不多二十年前 那 這部電影 挺有趣 是它的故事方面 挺有趣的 但如果說下個星期 其實我最令我感到興趣的一部電影 就是這個《單身動物園》 《單身動物園》 那就是一部希臘片 希臘導演 是不是希臘片 是很難說的 只要它的卡士那麼強勁 有《Rachel Ways》 有《歌連廢老》 也有些名氣 這部電影 如果大家有空在它的官網上 可以讓你測試 如果最後你變成動物的話 是會有幾個選項給你選擇的 接著就說 另一部日本片 就是《少女與戰車劇場版》 那一部動畫來的 都是一些 你在 MCL院才有看的 都不出奇的 這部電影好像 日本好像很紅 聽聞是 其實很多香港想得的動畫 在日本方面 口碑那些 其實都一定很好才想 如果你說要選這部電影來做那些人 其實都叫做選得不錯 不過就 始終香港人看電影的習慣 有點奇怪 譬如這些動畫的話 如果你不是那些 《荷里胡》 可能是《Pixar》 不是《宮崎進》的話 基本上又真的沒有什麼人看的 好 講完這部動畫 接著就講兩部大陸片 一部電影就叫《火窩英雄》 是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 《火窩英雄》 是否全部電影都是講四川話 重慶 重慶話 即是它有些重慶口音的普通話 我覺得應該不是口音那麼簡單 因為我看《火窩英雄》的時候 它已經完全是用謊言去貫穿這部電影 你看些字幕 有時候也不太明白它在說什麼 所以這個 算不算一個突破呢 以一個地方謊言的語言去貫穿這部電影 也不算 如果零號第一 有一部作品要瘋狂一些石頭 那部電影也是在重慶發生的 但是它是不是全部電影都只是用謊言去講 有用謊言 但是不是全部電影都用謊言 但是《火窩英雄》 會不會是全部電影都是地方謊言呢 都不是的 我看過《吹打》都有人說普通話的 那這個下個星期我們看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講一些謊言 其實過往大陸片試過 有配重慶話、四川話 當年《釀子彈飛》就是有再配上四川話 四川話 其實這個 其實我又不是那麼介意用什麼謊言去拍 因為始終可能在某一個地方發生的 戲裡面那些人 在那個地方生活 只是用謊言去溝通 我覺得不奇怪 所以這個我覺得 始終中國這麼討厭謊言這件事 我懷疑會不會真的上場的時候 會再配上一些自政康源的普通話下去呢 對 可能最近的國家政策 很強調 因為是統一語言 會不會因為這樣 可能遲下大家 矯枉過正 大家有看十年的謊言 就會發現可能我們遲下都要變謊言 然後還有一套內地編就是 《夢想合火人》 評價一般 《夢想合火人》這套 我都覺得一般興趣 好 接著就有一套西片 《戰倫》的第二集 《戰倫》2 上一集都OK 好笑的 今集就換了一個 女仔版的學生會 女仔版學生會 又有一個 《指天招》 有《Coei莫濕》 但是 這套戲 我覺得都 應該笑一下都OK 可能都是 不求劇情 彈球好笑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